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猫,郑郑多 我家养了好几次猫,结局总是失踪或死亡 三妹是最喜欢猫的,她常在课后回家时逗着猫玩 有一次,从隔壁要了一只新生的猫来 花白的猫,很活泼,如带着泥土的白雪球似的 常在廊前太阳光里滚来滚去 三妹常常取了一条红带或一根绳子 在她面前来回地拖咬着 她便扑过来抢,又扑过去抢 我坐在躺椅上看着他们 可以微笑着消耗过一两个小时的光阴 那时太阳光暖暖地照着 心上赶着生命的新鲜与快乐 后来这只猫不知怎的,忽然消瘦了 也不肯吃东西,光泽的毛也无色了 终日躺在厅上的椅下,不肯出来 三妹想着种种方法逗她,她都不理会 我们都很替她忧郁 三妹特地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铜铃 用红领带穿了,挂在她镜下 但只显得不相衬 她只是毫无生意地,懒惰地,郁闷地躺着 有一天中午,我从编译所回来 三妹很难过地说道,哥哥,小猫死了 我心里也赶着一缕的酸心,可怜这两月来相伴的小吕 当时值得安慰着三妹道,不要紧,我再向别处要一只来给你 隔了几天,二妹从红口舅舅家里回来 她道,舅舅那里有三四只小猫,很有趣 正要送给人家 三妹便怂恿着她去要一只来 礼拜天,母亲回来了 却带了一只浑身黄色的小猫铜来 这一来,三妹一部分的注意 又被这只黄色小猫吸引去了 这只小猫叫第一只更有趣,更活泼 她在园中乱跑,又会爬树 有时蝴蝶安详地飞过时,她也会扑过去捉 她似乎太活泼了,一点也不怕生人 有时又树上跃到墙上,又跑到街上,在那里晒太阳 我们都为她提心吊胆 一天都要,小猫呢,小猫呢,查问个好几次 每次总要寻找好一会儿,方才寻到 三妹常指她笑着骂道 你这小猫呀,要被乞丐捉去后才不会乱跑呢 我回家吃中饭,总看见她坐在铁门外边 一见我进门,便飞也似地跑进去了 翻后的娱乐是看她在爬树 衍生在阳光隐约的绿叶中 好像在等待着要捉捕什么似的 把她抱了下来,一放手,又几块地爬上去了 过了二三个月,她会捉鼠了 有一次,居然捉到一只很肥大的鼠 自此,夜间便不再听见讨厌的吱吱声了 某一日清晨,我起床来,披了一下楼 没有看见小猫 在小园里找了一遍,也不见 心里便有些王氏的预警 三妹,小猫呢? 她慌忙地跑下楼来,答道 我刚才也寻了一遍,没有看见 家里的人都忙乱地在寻找,但终于不见 李嫂道 我一早起来开门,还见她在厅上 烧饭时才不见了她 大家都不高兴 好像王氏了一个亲爱的同伴 连向来不大喜欢她的张神也说 可惜,可惜,这样好的一只小猫 我心里还有一线希望 以为她偶然跑到远处去 也许会认得归途的 午饭时张神诉说道 刚才遇到隔壁周家的丫头 她说,早上看见我家的小猫在门外 被一个锅禄的人捉去了 于是这个王氏正死了 三妹很不高兴地咕噜着道 他们看见了为什么不出来阻止 他们明晓得她是我家的 我也怅然地,愤恨地 在阻骂着那个不知名地 夺取我们所爱的东西的人 自此,我家好久不养猫 冬天的早晨 门口全扶着一只很可怜的小猫 毛色是花白,但并不好看,又很瘦 它扶着不去 我们如不取来留养,至少也要为东海与饥饿所杀 张神把她拾了进来,每天给她饭吃 但大家都不大喜欢她 她不活泼,也不像别的小猫只喜欢玩游 好像是具着天生的忧郁性似的 连三妹那样爱猫的,对于她也不加主意 如此的,过了几个月 她在我家仍是一只若有若无的动物 她渐渐地肥胖了,但仍不活泼 大家在廊前晒太阳闲谈时 她也常来潜伏在母亲或三妹的族下 三妹有时也逗着她玩 但没有对于前几只小猫那样感兴趣 有一天,她因夜里冷,钻到火炉底下去 猫被烧脱好几块,更觉得难看了 春天来了,她成了一只壮猫了 却仍不改她的忧郁性,也不去捉鼠 终日懒惰地扶着,吃得胖胖的 这时,七买了一对黄色的芙蓉鸟来 挂在廊前,叫得很好听 七常常叮嘱着张神换水,加鸟粮 洗刷笼子 那只花白猫对于这一对黄鸟似乎也特别注意 常常跳在桌上,对鸟龙凝望着 祈祷,张神,流心猫,它会吃鸟呢 张神便跑来把猫捉了去 隔一会儿,它又跳上桌子,对鸟龙凝望着了 一天,我下楼是听见张神在叫道 鸟死了一只,一条腿被咬去了,龙板上都是血,是什么东西把它咬死的 我匆匆跑下去看,果然一只鸟是死了 羽毛松散着,好像它曾与它的敌人挣扎了许久 我很愤怒,叫道,一定是猫,一定是猫 于是立刻便去找它 七听见了,也匆匆地跑下来 看了撕鸟,很难过 言道,不是这猫咬死的还有谁 它常常对鸟龙望着 我早就叫张神要小心了 张神,你为什么不小心 张神默默无言,不能有什么话来辩护 于是,猫的罪状证实了 大家都去找这可厌的猫 想给它以一顿惩戒 找了半天,却没找到 我以为它真是畏罪潜逃了 三妹在楼上叫道 猫在这里啦 躺在露台板上晒太阳,态度很安详 嘴里好像还在吃着什么 我想,它一定是在吃着这可怜的鸟的腿了 一时怒气冲天 拿起楼门旁倚着的一根木棒 追过去打了一下 它很悲褚地叫了一声 喵,便逃到屋瓦上了 我心里还愤愤地 以为惩戒得还不够快意 隔了几天 李嫂在楼下叫道 猫,猫,又来吃鸟了 同时,我看见一只黑猫 飞快地逃过露台 嘴里咸着一只黄鸟 我开始觉得我是错了 我心里十分难过 真的,我的良心受伤了 我没有判断明白 便妄下断语 冤枯了一只不能说话变速的动物 想到它的无抵抗的逃避 一时我感到我的暴怒 我的虐待都是真 伺我的良心的真 两个月后 我们的猫忽然死在林家的屋脊上 我对于它的王室 比以前的两只猫的王室 更难过得多 我永无改正我的过失的机会了 自此,我家永不养猫